玩具TV 又是第幾季 應該是第七季 這次是第十集 很難得可以一次過這麼順暢 將這次第幾集第幾季說出來 沒有辦法 始終有兩位嘉賓在旁邊 蓋上臉 剛才已經湊完一大輪水 兩位都對抬頭這件事有些興趣 或者在你們兩位未試玩之前 如果大家有看會不會TV 都很熟悉 這個Acid Ring 這次合作和Toys Alliance出的 首次齋載具1比18 Bucks裡面的第一個WB3B 這次的包裝也是用一個膠盒 將這個產品包住 還未出現 這次第一次是爆給大家看的 但是 怎樣都要看一看 劉老師本身 他的手 Bucks Art 他畫的嗎? 一向都他畫的 有Acid Ring的Logo 大家有畫的Acid Ring都很熟悉 Bucks Team的Logo 各樣 很有趣 我想說我以為是藝相 他其中一個賣點就是 他畫的很漂亮 沒錯 很漂亮 好 同樣地 你有沒有留意過 以前 前一陣子出過一些 爆發書 香港彈器 也有出過 就是那個人 對 就是劉老師做的 打開 我自己 反而覺得 挺美麗的 除了本身一罐 的Acid Ring 舊化之外 是 他有這個 噢 噢 是 是 是 很漂亮 如果大家喜歡Bucks Team的話 這次這個 是重新的 是金屬的 是金屬的 不是膠殼 很漂亮 很漂亮 好帥 好帥 本身裡面 分了 前面 和 前後 後面 很細緻 看看是否就這樣 好帥 應該就是 好像人家裝衣 那些盒子很漂亮 我覺得像子裝那些窗 每一個都是 每一個 都是用這些盒子 對 好 交給兩位 基本上 大家平常聽看 我平玩具有多 這次交給兩位嘉賓 先試試看一輛車 他不斷玩 正確 看上去的塗裝 仍然是保持 Axed Ring 一貫高水準 擔心說高水準 可以 看一看 本身車身的 生瘦 或者脫青 那些 我想都是人手遊 否則很難可以做到 這種舊化 舊化是 Axed Ring 是哪個賣點來的 是啊,沒錯 我覺得那些東西很... 阿薇誠,這個位置不是膠 這個位置,這個算不算是皮 哦? 不是... 都是軟膠 軟膠,就是放著那個... 放著那個效果 很有趣,這個箱可以移動的 可以嗎? 他... 他... 他有扣的 他的扣... 我想可能會立即... 為什麼會立即... 但我不敢移動他 不敢移動他 但是他有箱子有很多細節的東西 這個腳... 所以他是算是... 所以他是算是X-Ring世界裡面的一個... 周邊的一個載具 算是 但是我想問,如果電單車生手生成這樣 還要哭嗎? 哈哈哈哈 不,你當作是風化吧 如果他是... 就是一些野外用的話 他可能會有一些... 泥漬 是啊,泥漬 他的臉那個... 那個舊化也做得很好 是啊,表演很漂亮 表演最搶眼 是啊,表演很搶 是啊 是啊 他...他擺... 那個開盒 都是第一眼看的那條鏈 是啊 那麼...同樣地 那麼... 腳架可動啦 左右移動啦 左右移動啦 這個... 很可惜是開不了啦 不是,他這裏... 旁邊呢 這裏他有個圈的 哦,你可以拆的出來 有機會是... 我懷疑可以... 不過我都... 我都不夠腳架了 其實用鉗弄才能開到 去看回... 就是... 電單車頭那些都... 有些不同的袋子啊 兩個擺在裡面的 那麼我相信應該不會只有一隻顏色的了 應該如無意外 就是... 以... Exit Ring 的慣例呢 那麼出現這個正常的軍綠色 可能接著來個沙漠色 來個沙漠色 接著來個灰色 這個位置很漂亮 是 這個位置很漂亮 一些蓋子 是 還有他這些... 這些印... 這些印... 對呀 一些字啊 Feed Marking 他的印頸啊 他的Logo 這些字啊 其實Exit Ring 的比例是否跟Micro Man 差 全部都一比十八 一比十八 是的 Exit Ring Series 1 比十八 是的 那當然 其實Macro Man 其實有的話 就是拿上來 就是騎上去 其實都挺過癮的 我覺得到 是的 我們現在就實地示範一下 可以了 哈哈哈 就是當這個... 這個... Diacon Diacon 和這個... Acid Ring Crossover 當Cic Ring 是的 會有些什麼 就是會... 化學作用呢 就是腳不夠長 就是腳不夠長 就是這樣玩的嘛 就是不夠長 小小的小朋友 不行的 他站著可能可以的 他不屈不坐的 不屈不坐的 那以前學校呢 有一個... 有一個... 男生呢 他是駕駛蝦里上學的 嘩 他... 他... 那時候正在讀書 還沒有發育 站著駕駛車 因為... 所以他駕駛蝦里 蝦里做得很低的 是的 那是越南仔 他刀我肩膀那麼好 是的 腳不夠長 是呀 因為他很震驚 而且是蝦里 而且是很高 但是... 這樣吧 是的 你的手夠長嗎 這樣吧 手夠長嗎 駕駛得到吧 駕駛得到 駕駛得到 50斤 是的 很辛苦 好 其實本身這次的生產品 就叫做... 好了 因為很坦白說 這隻東西 始終還沒有出街 我相信應該... 大概幾時都會見到街 對 如果訂了的 或者想買現貨的 就自己看一看 我可以腦補一個 我自己覺得的細節位置 就是這個圖片 它是後面有兩個扣的 為什麼它做兩個扣呢 因為如果它做一個的話 它就會轉 所以它很細心地做兩個 你扣起來就會很牢牢的 它又不會轉來轉 很牢牢 這個詞第一次聽到很牢牢的 很牢牢的 很牢牢的 我第一次想起 你一句講得很厲害的事情 今天下午的報告 為什麼玩具這麼貴 因為它有設計 哈哈哈哈 這個可以記錄它 打個正 為什麼玩具這麼貴 因為它有設計 是的 那個人除了設計師之外 是不可能 不會是第二個 沒錯 沒錯 好 我們這一部分就先說到這裡 接下來還有很多玩具吧 好 拜拜 拜拜 好啦